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学的安培定律 然后第二个我们就学了 Magnetization的安培定律 它这个是等于Surface Current Enclosed 第三个就是H的安培定律 它是跟Free Current有关系 我们上一次说过 这个设置 这个I Enclosed 这个I电流 它包含Free Current跟Surface Current 这两种 那么以前我们用它用得很好 你只要知道电流的分布状况 只要是有某一种对称性的 我们就可以用那个安培定律 把磁场很容易的就求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 如果你所要求磁场的这个区域 它有某一些的磁性物质存在的时候 那个式子就不适用 因为你有Current 这个Current会产生Edge Tung 这个Edge Tung 就让旁边的这个磁性物质 产生Surface Current 而这个Surface Current 你不知道是多少 所以就是说这个式子的右边 你没有完整的资料 因此你不能够求左边的B查 所以我上次说过 这个式子跟Build Savalore 我们学的Build Savalore 都不能用在 有磁性物质存在的区域 不能用 式子呢 我们可以用来求H查 因为它只管Free Current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的是B查 你说你可以求H查 那么H查跟B查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就是要 知道这个关系 你知道H如何求B查 那么你求出H查来 才有用处啊 所以我们现在这里就介绍 在词 顺词或者反词物质 顺词或者反词物质 它呢 我们知道它的B查 是等于Mu0H加M 我们本来是H等于Mu0分子B减M嘛 我们现在把它调一调 调成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在顺词跟反词呢 Magnetization 就是说这个物质的磁化强度 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它是跟这个H查有关系 它是跟这个空间的H查有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 前面前面有一个常数 KaiM KaiM 这个KaiM 我们称它叫做磁化律 磁化律 来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叫磁化率 跟这个有关 那么这个是跟物质的材料有关 它是一个pure number 纯的数字 它是不明数 就是没有单位的 我们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到beta 它是等于μ0h 我们把μ0拿出来 h加上这个 就变成1加km乘上h 好,那这两个都是常数 那我们把它加起来 我们说这个我们可以令它等于 μ,好 这个地方 有的书上用murh 或者是 有的书上用kmh 就是说这两个 这个跟这个 都有在用啊 你们二年级全部用这个 二年级的电子学全部用这个 好,那我们就用这个 不过你要记住 有时候人家写这样你也要懂 那么 我们又可以把这个式子呢 这是一个常数 μ0 μ0 它是真空里面的磁导律 它是真空里面的磁导律 这个磁导律 这个磁导律 我们称它叫做 permeability 好,那么μ呢 就是某物质 的磁导律 某物质的磁导律 permeability of some substance 那么μR 或者有时候叫做km 它是等于 1加3km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相对磁导律 它有两种 一个呢 是这个 一个它就是 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 μR等于μoverμ0 好,我们从这里知道它就是相对磁导律 相对磁导律 相对磁导律 relative permeability 好,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 这个是跟物质的特性有关 跟物质有关 你是顺磁物质 还是反磁物质 还是铁磁物质 这个都不同 这个不同 那么这个也就不同了 也就是μR也不同了 μR不同 μ就不同 那因此呢 那因此呢 我们现在就把这几个写一下 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这个 顺磁 物质 它的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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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零大一点点 稍大于零 稍大于零 如果是反磁物质呢 那这个是 稍小于一 稍小于零 稍小于零 零小一点点 那么它就是一个负质 那么 带到这个里头去 它就是稍小于零 如果是铁磁物质呢 那这个大的不得了 铁磁物质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个就好了 它比一大很多 远大于一 远大于一 不但如此啊 不但比一大很多很多很多 而且 它跟磁化的过程有关 它不像反磁跟铁磁物质 μR是保持常数 铁磁物质 铁磁物质μR呢 随时在改变 看它磁化到什么样的程度 它的μR是什么 就是跟它过去啊 磁化的历史有关 就是说 与 且 与 铁化 磁化过程有关 好 这是三种物质啊 有这种的特性啊 好 现在我们从这里看 因为 顺词跟反词 B厂跟H厂 有这样的关系 μ而且是常数 啊 μ是常数 所以说 你一旦知道H啊 你就可以从这个关系呢 求B厂 因此我们就可以啊 有磁性物质存在的时候 我们不要马上求磁场 我们求磁强度 磁强度 磁强度求出来以后 用这个式子求B厂 好 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给各位看 好 这里有一个 好像你们吃的那个甜甜圈 不 它这个圆圈呢 这是用铁磁物质做的 用这个铁磁物质做的 铁磁物质啊 那么我们就 把这个地方 用μ2好了 用μ2做 或者不一定用铁磁 就是说反正就是 顺直反直 都可以 也可以 里头它的相对磁导率是μ2 于是我们就在这个 上面呢 我们绕好多好多渣的 我这是很简单的话 其实它每一渣 两渣之间的距离很短很短 啊 free currency 通上free currency 我们现在要求 这个圈里头的 圈里头的这个 磁场是多少 环内的磁场 可以求环内的磁场 那我们以前求过这个啊 我们不是用安培定律 我们求过这三种 以前是真空啊 求过一二三 这三个区域的磁场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它有磁性物质存在 所以我们不能够用 安培定律 我们只能用什么呢 用h场的安培定律 不能用b场的安培定律 那我们就用这个 enclosed 好 那现在我们要用这个式子 我们就必须做一个closed path 做一个closed path 因为那个积分是封闭路径的积分 因此我们就在这里啊 做这么一个path就好了 好 这个是半径是r 这个地方的电流是这样子流啊 free current是这样子流 好 我们就取哈 we are 同心 圆形 路径 那么这个路径上我们可以判断哈 因为这个电流都是 是 对称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h 是常数 它的方向呢可以用 安培定律 右手安培定律 电流是这样子流 那么h场就是 所以它的这个磁力线是这个方向 好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画出 画出它的h场出来 h场 这个是h场 好 那么这个是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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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d d d s s s d s s d s d s d s 平行于h s d s d s d d s s d d s d s d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h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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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N倍的I N倍的I F 左边等于右边 H 要等于N 我们I F不要写I F 就是普通的电流I 于是我们就得H 要等于N over 2πR 就是I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NI 那这个N呢 就是等于 单位长度的 扎数 好你去求出这个H来了 那么B长 要等于μ0 μR H 因此它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 μ0 μR N I 方向就是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OK 那 我们这里 因为写字 不好连续下来 我们就这么写 那这个也可以写成什么 μ0 overμR μ0 乘μR 就是μN I 你看这个不是跟我们以前螺线管 的情况一样吗 螺线管呢 因为它是真空的 那个螺线环当中是真空 这是I 那它就是μ0 NI 现在是μN 因此我们从这里就可以 把它推论 凡是以前没有磁性物质存在的时候 我们所求的像螺线管 螺线环等等 它的结果 可以用在有磁性物质的时候 就是说螺线管里面如果是磁性物质 螺线环里面是磁性物质 那你只要把以前的μ0 NI μ0旁边多成一个μR就好了 或者是把 或者是把μ0改成μ就可以了 螺线管也是一样了 以前里头是真空的时候 它是μ0NI 那现在有如果螺线管里头换成顺词或者反词物质呢 它告诉你μR等于多少 那你就是写μ0μRNI就好了 那么还可以推论到 这个有磁性物质的空间 它的磁能密度 磁能密度 磁能密度 UM或者UB 有的书上写UB 你现在就把它写成 本来是μ0对不对 你给它写μ2μ分之B平方 那么你也可以把 因为B等于μH B等于μH 所以这个也可以写成 所以这个也可以写成 2分之1μH平方 磁能密度 你就用这个做 μ等于μ0乘μR 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 如果有顺词物质跟反词物质存在的空间 你要求B场的时候 你要先求它的H场 H场求出来 我们再求B场 记住这个 好 那么 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一下 铁磁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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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原来这个物体 它的分子就是一个永久的磁铁 就是一个永久的磁矩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分磁 它也是啊 因为它有一个原子的电子 就是原子里面有一个电子 它的磁矩 总磁矩没有被抵消 因此它就是一个有永久磁矩的一个原子 不过它起初是乱 排得很紊乱 很紊乱 所以啊 好像它不是磁性物质一样 好像不是磁铁的样子 但是摆到外加磁场以后呢 它就变成有磁性 可是这个铁磁物质啊 它原子本身就是一个 永久磁铁 永久的磁矩 它跟顺值不一样 顺值是每一个原子的排列都不一样 它的磁矩方向都不一样 但是铁磁不是哦 铁磁它是有一同方向的磁矩 就有一块区域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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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 它分成一块一块的区域 这一块区域里面的原子啊 它的磁矩都是同一个方向 它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磁性物质呢 它是可以把里头分成好多好多个区域 这个叫做磁域 我们可以把我们 这是三度空间的 不过三度空间很难化 那我们只好用二度空间 假定这是某一种铁磁物质 它里头就是这样子的 分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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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区域 那么这一个一个的区域啊 我们称它叫做磁域 Magnetic domain 它磁域里头是这样子 它每一个原子啊 它的磁矩都同一个方向 比如说这个啊 通通是这样子 每一个磁矩都排得整整齐齐 这样子的 那另外一个词域呢 也是排整齐 不过跟这个可能方向不一样 我们不要花那么多 我就拿这个来做代表好了 这样子 它磁域里头的磁矩啊 是排列整齐的 因此啊 它本来就有磁 就是说它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整个磁域 整体看起来也是乱的 整体看起来也是乱的 所以你在这个物质的外面 也不会感觉的有磁场 就好像我们铁钉呢 它是铁磁物质哦 它里面有这种磁域哦 可是铁钉不会吸引铁钉 因为它里头的磁域 它的磁矩方向排列 很紊乱 好 那么 不过 如果你能够把这一块磁域啊 你把它挖出来 这很小很小 我们只是讲一个 举例 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把它挖出来 做一个假设 这一小块的磁域啊 它就是永久磁铁 很强的磁铁 不过呢 我们 没办法挖了 它就是整个 就是很紊乱的 好 那么于是呢 你没有外加磁场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磁铁是不具有磁性的 因为它好像每一个方向啊 都一样多的磁矩 好 那么我们就用简单的图来表示 我们假定这是一个铁磁物质 没有外加磁场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的磁与里面的磁与用这个方式表示 就是说上下左右都有 所以它的磁性是零 是零 不过等到我们加一点磁场的时候啊 加一点H厂 你怎么加H厂呢 比如说 这就是我们的材料 铁磁物质 好像一根铁钉 我在外面绕电线 然后电线通电 这不是有螺线管吗 不是变成螺线管吗 螺线管在里头就产生磁场 就产生H厂 对不对 因为有电流球出来就是H厂 那H厂啊 就让这个东西磁化 好 它一磁化了以后啊 它就变成这样子 顺这个方向的 它的体积就变大了 像这个 这个区域 跟它同样的 所以这个区域就变大了 这个区域缩小了 这个区域缩小了 这个区域也缩小了 这个时候的变化叫做什么东西呢 这个叫做边界的迁移 边界迁移 这词语的缩小了 这词语的边界 产生迁移 shift of the boundary 或者叫做boundary shift 边界迁移 好 你这个H厂再大一点 我们用这个好了 我们用这个好了 好 H厂再大一点 它磁化的更深 它就变成什么样子呢 它就变成了 大家都向这个方向 转一转 这个叫做reorientation 重新排列 这个当然跟它同一个方向了 然后这个呢 就偏这里 本来这个方向的磁场 分量等于零 现在有这个分量 这个呢 偏一点 偏一点 就是说它本来 本来 这个方向的 磁举很大 现在偏到这边就比较小了 那这个呢 也偏一点 往上偏一点 这个叫什么 叫做reorientation 重新排列 重新排列 好 如果你这个H大 再大一点的话 那么 它整个 整个整个 通通 通通往这边 全部都排列得跟你一样了 你再加大 也没有用 因为全部都排列跟你一样齐了 对不对 你再加大了 有什么用啊 这个时候叫做饱和 saturation saturation 这个时候 这是饱和状态 饱和状态 你再加强 你再加强也没有用了 它因为全部都已经排列整齐了 好 这个是词域 那么它词化呢 根据这个词化的情况 我们大致可以把它 看成是这个样子的 它H长 跟M的关系 我们知道M 是等于 H 不过这个 不是constant的 铁磁物质 这是铁磁物质 它不是constant 但是在这个 顺词跟反词 它是constant的 OK 好 这是铁磁 铁磁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画出来 如果这个跟它是 正比的关系 那这是constant的话呢 那这是一条直线 对不对 这是通过原点的一条直线 它的斜率就是M 但现在呢 它不是常数 不是常数的话 它的词化强度 是这样子的 它变成这样子的 好 那么 我们说 在这个区域 就说你 H长加到这里 M变成这么大的时候 好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 是这种境界 边界可以迁移 边界迁移 可逆的 这是可逆 可逆 边界迁移 就是说你这个H长拿掉 它马上又恢复 这个拿掉 它又恢复成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啊 你可以词化它一点点 但等到你H长拿掉以后 它又恢复原状 好 再大一点呢 它就到这个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是一个什么区域呢 它是不可逆的边界迁移 还是边界迁移 不过你把这个H长拿掉以后啊 它不会完全恢复成这个样子 可能会 这个会变小一点 这一块可能会变小一点 别的变大一点 但是就是不会恢复原来的样子 就是说不可逆 在边界迁移 这个是不可逆 好 到了这个地方呢 这个区域呢 它就是不可逆 它就是不可逆 它是重新排列 OK 这个是 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rotation 它的词局啊 就是一个rotati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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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重新排列 好了 我们就写重新排列 当然也是不可逆了 这个是词化强度跟H长的关系 好 那么 我们看它的H长跟B长 现在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铁磁物质啊 那么B长呢 那么B长呢 它是等于μ0 乘上1加上 我们写H 我们写H 这个是 这个式子啊 是不管是顺词 反词 铁词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不过你顺词跟铁词 不一样就是在这个m 前面都一样啊 就是这一项不一样 这一项不一样 诶 就说 铁词物质磁化起来很强很强啊 强得不得了 我们可以看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形 这黑板不够长了 就说这比例啊 我们画的比例不够大 B跟H的关系 好 因为它的M 不是一个常数 H是常数 H是常数 所以μ0H呢 它可以等于 它两 就是说B长有 两个贡献的来源 一个是这个 μ0H 一个是μ0M H长它是 它是这个 常数 所以啊 H长这条直线呢 我们 我们 用一个 颜色比 来看 颜色分比 它是这么小 斜率这么小的一个 一个东西 好 这个是 M0H 好 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哈 你可以把一个铁磁物质啊 做成一个圆柱体 做成一个圆柱体 我们现在来磁化它 磁化 就是说我现在在这里啊 加电流 加电流 于是它这里头就会产生 H厂 H厂 你电流越加越大 H厂就越来越大 H厂就越来越大 那B厂的值呢 增加的很小 因为这个斜率小的 我画的这样子已经很夸张了 其实没有这么斜 你知道吗 斜一点点而已 好 那么 但是M0H呢 你一旦有了H以后啊 这个H就让这个物质磁化 让它磁化 哇 哇 它磁化的不得了 它磁化的这个曲线呢 是这样子的 其实这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就是我这个 黑板长度不够 就这么滑 这个是什么呢 你看 这个是 M0M 你看 它的B厂啊 就是这个加这个 这个加这个 所以它的B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哦 这个要写 一直写上去 一直写上去 这个就是 M0H 加M0M 到这里 到这里就是饱和了 饱和以后 你再加电流啊 再加电流啊 它增加的很有限 磁场很有限 OK 好 这个就是 M0M 所以一个磁铁 我们要让一块材料变成磁铁 你要用什么材料啊 用铁磁物质 你不用铁磁物质啊 没有用 就好像说 我刚刚说的 你在这个地方绕电线 通电流 如果这是铁钉的话 这可以做实验 你们可以做实验 你把它外面用七包线绕 绕多少扎多少层都没有关系 然后呢 把这两头抛光 接到一个小电池上面啊 它就开始有H厂 这个铁笔呢 它我们就算它不是 不是什么磁性物质 完全靠H厂 那么真空里头 B就等于M0H 它可以吸 一点点的这个 磁性物质 很弱 但是如果啊 你把这个铅笔抽掉 换一根铁钉进去啊 同样是那个电池啊 一接通以后啊 它就可以把很远的这个铁钉啊 啪一下就吸过来 它的磁力增加那么强 就是说它的磁化程度 比这个你看 大太多几百倍 甚至于上千倍啊 铁磁物质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回去做个实验 你们实验室不是有 细胞线吗 电视啊 你拿一个细胞线来 藏在铁钉上面通电流 你看看它的 它有磁性哈 然后你把这个 铁钉抽 把这个铅笔抽掉 换一根铁钉长一点铁钉 有没有看过这么长的铁钉呢 有没有 那铁钉钉就有的卖的 俗称叫做棺材钉 定棺材用的 这么长的铁钉 哪一个呢 放进去 不过你要绝缘绝好 再一通电 哇这个铁钉就可以吸 有磁 这个铁钉变成磁铁 电磁铁可以吸很多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铁磁物质 它的磁性都是来自这里啊 来自这里啊